这里有预示大楼赛博朋克拍摄资料 你看一下 好了吗 那我们开始吧 知道了别剧透 弹幕请回答你第一反应它是什么 坊间已经有很多外号了 我们就不再添一个了 但是这一期我们会为大家解锁 它的未来主义反乌托邦属性 看到最后你就吃透 它有个弟弟 Macro 3 SLR 这一期我们介绍的是哥哥 Macro 5 SLR 一般的套装 就是这些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 包 需要4节5号电池 把它装在左边的手柄里 看这些东西都很脆弱 你要小心一点 这样就装好了 8按块门 light lock就会打开 上下会各射出一个光点 两个光点重合的地方就是合胶点 不同岛外的合胶平面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前后移动来调整一下 我们认为这款机器它的定义还是很广泛的 因为不管从它的名字还是上面的标识来看呢 都没有写着它是用来拍牙齿的 甚至它配套的这种网格像纸上面画的还是一个手上的伤口 当然了大家都叫它牙齿机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呢 它有一个这样专门为它配套的单头kit 有了它 你就可以拍口腔内部的特写啦 直接来开箱吧 这是它的说明书 这里有三个支架 这里面是它的三个镜片 看什么看 就是你 每次都不点赞投并关注 老白嫖 你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行 那坐过来 我们开始吧 现在我们来拍一下你口腔上额的照片 这个是它的接口 接不同的地方的延伸架呢 可以看到你嘴巴里不同方向的牙齿 这个是延伸架 纯热的话我们一般用1比1的额镜 需要加热一下这个镜片 不然一会儿放到你的口腔里会起雾 30秒过去了 组装完毕之后就将它卡到相机的正面 请将你的口腔放到这个上面 使用恶镜的时候它可以照到你一整排的牙齿 所以要把镜片的边缸和你最里面的牙齿 靠在一起 恶镜是1倍镜 所以要把牙医接的档位调整到1倍 3 2 1 夹镜的使用比较适合儿童或者是嘴巴比较小的人 使用的时候呢也是将镜片的边缘抵到最里面的牙齿 你可以通过左右移动你的口腔来找到你想要拍摄的局部牙齿 咬合镜是2倍镜 它可以用于拍摄牙齿的局部特写 这里也有写2倍 30秒过去了 卡好 配合咬合镜它是2倍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档位调到2 牙齿机最多只可以调到3的 但是这个额外的5倍镜可以 让你拍出把物体放到5倍的照片 除了这个呢它还有额外的一些配件 像滤镜呀什么的 这已经是巨镜无比了 我觉得这个牙到这个镜头之间大概是4厘米的样子 这个是3倍 这个是5倍 过来一下 你看看啊 你的这颗牙 这颗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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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都不行了 我从业30年来呢 你这个情况算严重的了 给出的建议最好就是全拔了 然后给你香一口那个钻牙 是从圣地亚哥那边空运来的 你看看吧 这一款蓝钮和这一款红钮 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黄钮和红钮的 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它们logo的部分 不管是颜色还是样式上都是有细微差别的 其次呢就是这款黄色的 它上面换档位的旋钮和按钮都有更加人性化 并且呢 它的这个手柄和按钮之间增加了一个阻隔的部分 再看一下它们的背面 背面就是它们的功能按键部分 基本上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左边呢就是一些功能按键 右边是调整时间的 这个带小闪电标志的是外接闪光灯的 这里把它打开以后 它有一个四孔的插口 可以接老式的PC的线 那我们把它的电源打开 它最强大的功能呢就是它既然有记忆功能 比如说我们调到三倍 然后设置最亮的 然后闪光灯给它关掉 好然后我们调到二档 等我们再转回三档的时候 诶 太记住了 现在我们把它关掉 再打开 再调和线道 诶 它还是有记忆的 哇哦 闭嘴 你好吵 值得注意一下就是它们显示像纸 剩下多少张相纸 虽然这款牙衣机的底部 有一个四分之一的通用 螺口可以接你的三脚架 但是它本身非常脆弱 所以大家用它的时候要很小心 如果你使劲撇它 它可能一撇就断了 还没有和大家说值不值得买这款牙衣机呢 我们的建议呢是你们需要再三考虑一下 因为首先这款相机的相纸在2019年已经停产了 现在呢你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相纸可能价格会高一点 并且它存在卡质和成像的风险 这些就是我们 嗯 一张四 不要 要我今天这牌不能赢你 我就当成 把这三脚架吃了 一张三 没了 可能这个相机已经预料到了它的命运 所以它的时间器械也停在了2019年 其次呢就是这是微距相机嘛 所以它的泛用性会差一点 用惯纪念宝丽来 会觉得这款最远档拍出来的还是很近 当然你再搭配一台经典宽幅相机 就远近接得了 最后呢就是它的对焦是灯光辅助对焦 所以你在室外大太阳天在它处理拍照的时候 你很难看清楚那个对焦点 在你取景器里面是清楚的 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对上焦 如果你对这款相机是有很大的执念的话 那就买它吧 因为我们也拦不住啊 并且现在在市场上它的价格是有降低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最后放一张我们整理的宽福牙肌食谱 如有补充欢迎评论去告诉我们 如果这一期你有学到 康老师要在弹幕上看到 学到了 这几个星期呢我们是已经把家都拆了 每天在杂物堆上面睡觉 每天在杂物堆里面吃饭 写我的亲摸作业 你快给三连 你不给三连 好不聊了 我这么辛苦 这几个星期都没睡好觉 三连了吗 三连了我就好了 别忘了关注医师大流 我是肯肯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